我认为青春就应该丰富多彩 不留遗憾 我的青春是迷彩色的 神圣的使用 不是说每个女孩都能拥有的 我从小的时候我问过爸爸 我说全中国最厉害的特种部队是哪里 我爸爸说但里面都是男兵 你气不了 我说那我要当他里面第一个女特兰队员 我觉得练英对于我来说就是第二个家 家是温暖的 没有练英突击队 其实这就是一个自己跟自己谈判的过程 我一直有种迷之自信 只要最后的这个目标达成了 其实我不是很在乎这个过程的长短 我觉得这也是我之后能成为一名狙击手的重要原因吧 狙击手不能有任何的借口 你只能一枪毙击手 如果一个狙击手能够做到 让其他队员感到非常有安全感 那我觉得他就是最牛的 枪是有灵性的 我一直把枪当成我身体的一部分 枪是有灵性的 它是有温度的 它也有自己的尊严 设计场上 我就喜欢把自己的这个兴奋点降到最低 我不希望有任何的情绪 还有事情来打扰到我们两个 我就会摸着它 声音小到只有我们两个能听见 你一定可以 你这次非常的棒 你下次会更好 伤疤 这是我血性的象征 就跟看到我的枪面 表面有点磨损 但是内里它一定要是有活力的 我会干到部队不再需要我的时候 那我可以很放心地心甘情愿地去托这声音 热爱和执念都是来源于对国家那份爱 当时我看到前一阵 那个陈湘荣烈士写的那个《轻致的爱只为中国》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 或许在这个和平年代 我们没有经历什么战争 然后我们也很年轻 在外人看来可能觉得 90后 甚至95后 00后 可能不会再有就是对国家那种牺牲奉献的精神 但其实我想说的是 这种精神一直在我们心里 没有忘记过 其实我是一个女孩子 我也愿意去为这份使命去牺牲奉献一切 我生在这个国家 就是为了保护它而来的 我勇敢的机会念